孟茴长,欢迎来到擂台,我是蓝虎,咱们继续来看单枪赛 怪战方的话是一手大唐,骷髅大唐,变得一张骷髅怪的一个卡片 骷髅怪的话是每回合,骷髅怪呢是给自己掉气血的一个上限 开局怪战方起野兽 对战方给怪战方丢放下 对战方的话是一个宙师普陀 宙师普陀打这种骷髅大唐的话真的是天客 怪战方一手破血看一下伤害 感觉怪战方的一个伤害的话也并没有那么的高 伤害的话也是马马虎虎 怪战方一击横扫千军扫掉对战方的一个宝宝 对战方再出 对战方起一手莲花 起莲花之后就得来紧箍咒了啊 观战方的话 因为本身血量就不高 对战方起了紧箍的话会很难受啊 对战方的一个宙师普陀 紧箍咒的一个伤害 起码就都在一个一千三四左右啊 那个装备比较好的能够达到一个一千七百多的一个伤害啊 观战方顶一手大金但是没有用啊 都是内伤 你看观战方瞬间被手倒 观战方人物宝宝选择一手九转点拉 把自己拉起来拉起来还不配速 对战方没有手势 观战方人物疯狂倒地 观战方的话没有出孩子 这样的话一直用这个药品拉的话 感觉有点伤 观战方人物继续出 再次出吸血鬼 观战方的一个硬件的话和对战方肯定是有差距的啊 对战方的话都是清一色的一个童子 观战方还在用109淘汰下来的一个宝宝 观战方一手九转拉起来 人物马上一记横扫先军 嗯 最后被反阵而使啊 其实都一样是吧 如果不被反阵的话 紧箍咒也会紧死他 对战方选择拉顺法 补掉观战方这只机关鸟 观战方人物浮起自己继续横扫 这把是点在了对战方人物身上 对战方的一个抗性确实有点高 你看观战方每回合都被对战方手势 百分百的一个手势 让观战方属实是非常难受啊 观战方现在也明白了哈 就是去点杀你的一个人 对战方换宝宝 观战方这只鬼子的话是有吸收 拉起人物 人物继续去扫对战方 观战方的话 这伤害属实没有排面 这个时候其实观战方想赢的话 就非常困难了 因为对战方的一个宝宝 基本是成型了 观战方 观战方这只宝宝的话 疯狂率 这种骷髅大唐的话 碰到众师普陀的话 基本是没得玩 观战方再拉自己 拉起自己 观战方继续一记横扫先军 对战方两只宝宝过去贴 还是被清掉 这记横扫的话 有点小转 而且还出了连破 你看这只吸血鬼的话 也绿啊 非常的争气 哎哟 我的天哪 你别用龟速拉呀 干兄弟 你龟速拉的话 他这个紧箍咒会马上给你手死的 你得用高速拉 又拉 哎 拉起来这把可以 再次一记横扫 再扫飞 断战方的一个宝宝 断战方的一个宝宝 飞得非常快 照这个情况下去的话 观战方得出孩子才有机会 没有孩子的话 白打 因为观战方的一个九转 应该是不多了 你看扫完直接倒地 受筋 黄地 沸腾